快看这就是比秦始皇陵墓还要搭上四倍的 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 那么您知道当年的选友门之变吗 李世民是如何获取江山的吗 据说李世民的陵墓陪葬数量 而且多得惊人 下面墓子呢就带着你们走进陕西九宗山 李世民的长眠地去一探究竟 出发 当年的选友门之变呢 唐太宗李世民杀掉了他的兄弟 最后也逼赴让位才得到了皇位 这不好的名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 但是事情的经过呢 很多人呀根本就不清楚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都可能会说了 说罪是无情帝王家 但是你们呢要好好呀 听听这段历史的真相 我想说当年李世民太是很委屈的 随莫天下大乱 唐高祖李渊太元起义 三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 为建立唐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 为唐朝开疆辟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太元起兵的时候 李渊曾曾许诺说道 如果起义成功了 就立李世民为太子 但李渊在事成之后 他自己却反悔了 立了他的长子李建成为太子 所以李渊的立处态度 引来了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 三兄弟之间的相互猜测 李元吉还帮助李建成 一起对付李世民 当李世民征战归来的时候 李建成担心李世民 会威胁到他当太子的地位 结果就多次陷害李世民 李元也知道三个兄弟之间矛盾重重 可以说手心手背他都是肉 没办法去决策 当时也难以决策 因此决定就召见三个儿子 李世民心中当年是有数的 知道这次去的话 可能是凶多吉少有很大的危机 就在房客房玄龄和玉池静德等人的建议之下 决定发动政变 在选友们进行埋伏 杀掉了李元吉和李建成 当李元得知李建成和李元吉 已经被害的消息以后 十分的悲痛 当时已经无力回天 三天之后呢 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再隔几天 善未于李世民 速度之快空前绝后 李世民是怎么想的 天下是我打的 平定战乱是我难能北战 拿命去换的 但是父亲呢 还是要把大哥立为皇太子 还因为我能成善战 战功赫赫 我还成了个威胁 刀架在谁的脖子上 谁能不反抗呢 所以这李世民呢 心里那叫一个苦 他当年和谁诉说呢 什么这个君父之义 什么父子之恩 都从此以后恩断义绝 所以玄武门之变 他就是一场被逼无奈的绝地反杀 这司马神道两旁的石碑呢 是李世民的二十四功臣 咱们经常听说一句话 叫做半君如半虎 但是李世民在对断功臣的问题之上 表现出了高明的政治智慧 他没有像当年的朱元璋那样 对功臣采取极端的清洗政策 而是通过提醒和宽容 来处理功臣的关系 据新唐书记载 有一回李世民吃到了一种 从来没有吃过的瓜 后来李世民呢 觉得这个瓜太好吃太甜了 突然之间他就哭了起来 因为他想起了一代名相叫做杜如慧 此时的杜如慧 当年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随说李世民觉得瓜特别好吃 就把剩下的瓜拿去祭奠杜如慧 这就是当年李世民食瓜美儿 祭贤相的故事 你们说有这样的上司 能不让这些兄弟们舍生忘死去追随他吗 这就是著名的昭陵六郡 唐太宗在隋唐之际南征北战 驰骋沙场之际呢 与战马结下了身后的感情 当年把马当作自己的兄弟 每天呢 跟随他去出征入死 是这六匹马一次次的挽救他于危难当中 而且当年在贞观十年的十一月的时候 迎见昭令之时 李世民曾经想到了 与他履历战功的六匹战马 所以当年决定呢 用青石雕刻了六郡的形象 古人呢 都有誓死如是生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他们生前有什么死后都要有什么 所以呢 他希望自己百年之后 赵令令郡也可以陪伴自己 但是呢 很可惜 有两匹马还流逝在了海外 希望早点回来跟他们团聚 虽然说当年李世民得到了皇位 但是他的心中呢 也是不好受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可是拿病换来的天下 如果他的父亲不那样做 哥哥弟弟当年不对付他 他怎么可能去杀人杀他的亲人呢 在公元的626年 李渊善为于李世民 李世民登基之后呢 为了劝告朝中大臣 就写下了百字的真言 告诫大臣要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成果 也有提醒自己要做一位明君的意思 当年并改国号为真官 期间治理国家的政策 后来呢 他任用贤能 安定国内国外 促进了唐朝的经济 多方面的发展 那么唐朝呢 就逐渐走下了繁荣 后人在评价李世民的时候呢 他们认为说真官之志 是奠定了大唐的盛世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 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墓 位于陕西省贤阳市 李泉县九宗山的主峰下 真的是太大了 面积呢 是200平方千米 比骑士皇的陵墓呀 还要大上四倍 周围的陵墓陪葬达到了200多座 实在是多得惊人 有曾经追随李世民征战沙场 平定天下的功臣 也有皇亲国戚 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 一生出将入巷的魏国公李靖 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 十二位大将军秦琼 唐太宗时期著名的建臣 以直言感见著称的魏征等 是关中唐十八陵 也是中国历代帝王当中 规模最大的 陪葬陵墓最多的一座 被誉为天下明陵 李世民的墓最终也没能逃脱被盗的厄运 这座昭陵是在唐朝末期的一个 梁国节度史温涛所到 温涛在七年的时间里 挖掘了唐代的许多的皇帝陵墓 其中就包括了李世民的昭陵 据史料记载 温涛当年雇用了骡子和马队 当年来到了九宗山 挖掘了陵墓 当年把墓道破坏得很严重 并最终挖出了墓室 他们进入墓室之后开始乱翻 看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 当年包括有金银珠宝和书法大家的真迹 那么据说当年温涛还动用了几千名士兵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将这座昭陵给倒决一空